大家好,我是顧如老師 上禮拜的影片的確是有點激進 如果一個比較激進的方式來勸擋山道的駕駛上 盡量不要誇線的這件事情 當然啦,也知道有好有壞 在這裡,也對一些持反對意見的朋友說一聲抱歉 之後的影片我會盡量朝著綜綠的方向居住 回歸這次的主題 有見於最近幾週在山路上有各種糾紛 我想除了是天氣太熱之外 長久以來大家的騎乘方式的確也變得比較自我一點 不過當然啦,早充的時候身上建築的爆發 會進入林的領域 這個我可以理解啦 只是回過頭思考一下 假設我們都是這個環境的人 當角度換過來,你是不是會這麼想? 當你被超車被刷卡被插內線被剪線的時候 是不是也會感到心情不那麼的愉悅 想回家在幹板上用文字畫語 來宣洩自己的不滿 那在這邊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樣的超車能夠讓對方前車不要感到那麼的愉悅 當你要超車的時候我先等一等 或是騎到前方慢車的後視鏡的視角 讓他能夠清楚看見在後面 不管對方有沒有讓車 在進行超車之後 一個禮貌的迴力 是會讓人消滅掉不滿的情緒 這樣長久以來就會養成一種習慣 我還記得這段影片 這個影片所拍攝的是一台RR 他正在跟前方的紅色6R腳徑 正好在中途上他們遇到了慢車 可是在這個狀態下 其實他們的選擇是減速 等待慢車讓車 而不是無我的找了縫隙就超車刷卡 我相信在台二一這個路段 他們的技術和速度在中部都為人數值 可是就算如此 他們也非常理解旁人 並沒有要停留他們的世界 老實講 這段被讀的路 珠珠讀了2分18秒 如果不要被讀 他們可以用11分57秒的時間 騎完從派歐到屬林的這段距離 他們有的是機會 從左車的彎到接彎曲直超車 那些前面的小車 擠一下卡一下就會讓路的不是嗎? 所以這個時候 放下你的自私 好好思考一下 沉澱一下 我之前常聽到別人說 現在騎人啊 騎車啊 都不再會打招呼了 其實會打招呼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以前 玩車的環境比較坎坷 所以大家在路上遇到 就像遇到自己一樣 對 這個就是騎車的溫度 但是你現在還感受得到嗎? 就像這台巴士一樣 說真的啦 他也沒必要讓我們通過 走在自己的線道上 又有什麼錯 更何況這條山路這麼小 他幹嘛讓你 讓一下等一下輪胎卡到那個水溝裡面 他就起不來了 所以 當你超過他的時候 一個感謝的揮鈴 一個熱情的招呼 也能讓這個巴士司機 下次還願意再讓後車 後方快車通過 嘖 用路的習慣 就是這樣的已經起來了 像前面的腳踏車隊 這條直線 我們大可以從左邊的對象車到超過他們 刷他們 讓他們爽一波 可是減速通過 我們又損失了什麼 想一想 沒有多久 沒有給對象的車油 熱情的招呼 只專居在前方 在意你油門的開度 煞車有多少 什麼角度進化 直觀星計時的合上 到底有沒有超過自己的紀錄 指向 超掉前方 那些不想跟你交信的車油 請問 那除了這些 你得想一想 當初你騎上機車的初衷 到底又是什麼